李奇 俊望赵俊 家居河南映阳 开源近世 曾任新乡县位 所作边赛师 风格豪放 七言歌行 游具特色 寄赠友人之作 刻画人物 形貌神情颇为生动 有李奇诗集 古从军行 李奇 白日登山望风火 黄昏印马傍交合 行人雕斗风沙暗 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云万里无成锅 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 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到玉门游被遮 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鼓 埋荒外 空见葡萄 入汉家 从军行是乐福古题 此时写当代之事 由于怕触犯忌计计 所以题目加上一个古字 他对当代帝王的浩大喜功 穷兵独武 使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行径 加以讽刺 悲多于壮 使开手鲜血紧张的从军生活 白天爬上山去 观望四方 有无举风火的边境 黄昏时候 又到焦河边上让马饮水 焦河在尽新疆吐鲁藩西面 这里借指边疆上的河流 三四巨的雕斗 是古代军中同志吹具 容量一斗 白天用以煮饭 晚上敲击代替耕拓 公主琵琶 指汉朝公主远嫁乌孙国时 所弹的琵琶曲调 当然 这不会是欢乐之歌 而只是哀怨之调 一二巨写白日黄昏的情况 那么夜晚又如何呢 三四巨接着描绘 风沙弥漫 一片漆黑 只听得见军营中 巡夜的打羹声 和那如气如素的 幽怨的琵琶声 景象是多么肃穆而凄凉 行人 是指出征将士 这样就与下一句的 公主出赛之声 引起共鸣了 接着 诗人又拙意渲染 边陲的环境 军营所在 四顾荒野 无成郭可依 万里 极延其辽阔 雨雪纷纷 以至于大漠相连 其漆冷酷寒的 情状 亦可想见 以上六句 写尽了 从军生活的艰苦 接下来 似乎应该正面 点出 行人的哀怨之感了 可是诗人 却别具积注 背面腹粉 写出了 胡燕哀鸣 夜夜飞 胡尔眼泪 双双落两句 胡燕 胡燕 胡尔 都是土生土长的 尚且哀提落泪 何况远述到此的行人呢 两个胡字 有意重复 夜夜双双 又有一叠字 有着轰云拖越的 艺术力量 面对这样恶劣的环境 谁不想班师复原呢 可是办不到 闻到玉门 游被遮一句 比一折 死当头一棒 打断了行人 思归之孽 据史记大渊传记载 汉武帝太初元年 汉军攻大渊 攻占不力 请求罢兵 汉武帝闻之大怒 派人遮断玉门关 下令 君有感入者 则斩之 这里暗刺 当朝皇帝 一意孤行 穷兵独武 随后 诗人又压一句 罢兵不能 应将性命逐车车 车车 只有跟着本部的将领 车将军 去与敌人拼命 这一句 其分量压倒了上面八句 下面一句 再接再厉 拼命死战的结果如何呢 无外乎 战骨埋荒外 诗人用年年两字 指出了这种情况的经常性 诗一步进一步 由军中平时生活到战时紧急情况 最后说到死 为的是什么 这十一句的压力 逼出最后一句的答案 空见葡萄入汉家 葡萄就是现在的葡萄 汉武帝时为了求天马 开通西域 便乱起战端 当时随天马入中国的 还有葡萄和木畜的种子 汉武帝把它们种在 离宫别馆之旁 迷忘皆是 这里空见葡萄入汉家一句 用词典故 讽刺浩大喜功的帝王 牺牲了无数人的性命 换到的是什么呢 只有区区的葡萄而已 言外之意 可见帝王是怎样的草菅人命了 此时 全篇一句锦一句 句句蓄意 直到最后一句 才画龙点睛 显出此时巨大的讽誉力 诗巧妙地运用音节来表情答意 第一句开头两字 白日都是入声 具有开场古板的意味 三四两句中的雕斗和琵琶 运用双声 以增强音节美 中段转入声韵 双双落是江阳韵 与入声的配合 犹如云罗与古板合奏 一广一窄 一放一收 音节最美 中段入声韵后 末段却又选用了张口最大的六麻韵 以五音而论 首段是语音 中段是绝音 末段是伤音 音节错落各极其致 全是先后用 分分 叶叶 双双 年年等叠字 不但强调了语意 而且叠字叠韵 在音节上声色不少 本文作者沈西前 朗读白云出秀